听故事,品历史,这里是历史映像机,我是宁哥 秦国自秦孝公之后的这六世中,没出过一个昏君 那么秦国奋六世余裂而完成一统,这六世真的没一个昏君吗? 其实秦宪公作为突出的政绩,不是废除了人训制度 而代之以陶勇陪葬,这才保证了秦国人口的快速增长 因为后来秦国兵出六国,打好了兵员的基础 此外,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够看到举世震惊的兵马勇 也是因为秦宪公的功劳 当然只做这一件事,还不能说明秦宪公的伪计 那么他还做了什么呢?实行了一国两制 也就是在新占领的土地上,实行出组合 这是封建兴致的土地所有制 与本国内的奴隶制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似乎是最早的一国两制了 而这项制度的确立,则是极大的发展了秦国的经济 也为后来上扬的费景田,开签墨,奠定了基础 所以又可以说秦宪公是秦国强大的第一事 当然也是名副其实的明君 说完了秦宪公,我们接下来要说的 就是自秦孝公开始必知道秦庄相亡的六代君主 也就是后世所说的《奋六世之余猎》中的六世 这六世中究竟有没有昏君? 难道全部都是明君吗? 第一位秦孝公,关于此人大多数人都比较熟悉 他是当之无愧的明君 因为他任用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强大的基础 可以说商鞅和秦孝公二人为秦国夯实了地基 第二位秦惠文王 秦惠文王当政期间动用张仪等人 多次粉碎了六国合纵进攻秦国的意图 并且把巴蜀之地纳入囊中 为秦国开辟了稳定的大后方 可以说义随明君 第三位秦武王 这是一位喜欢与人比利息的主 也正是因为此相爱好 在位仅仅三年就被巨顶砸死 但这并不是说秦武王没有攻击 他打通了三川 为以后勤灭周世奠定了基础 可以说也是明君 第四位秦昭相王 这位在未尽半个世纪的英主 自然也是明君 他重用白起 最大削弱了山东六国的有生力量 任用范君实施远交进攻 为秦灭六国指明了方向 可以说是明君中的战斗机 第五位秦孝文王 此人做了一辈子的太子 等到秦昭相王死后 他当上秦王之后 没几天也死了 可以说他在位期间 没有任何攻击而言 不能算明君 第六位秦庄相王 说他在位期间没有攻击 但他又重用了吕不韦 尤其生了一个秦始皇 至于秦始皇是不是他的儿子 姑且当是吧 所以秦庄相王算半个明君 秦国自秦县宫 到秦始皇的一百六十多年 为什么没出过一个昏君 这是因为秦国历代君主 都能够历经屠治 后来经过商鞅变法之后 秦国逐步走向了法治 虽然这时候的法治 带来浓动的封建局限性 但已经为秦国君主指明了道路 只要能够坚持商鞅的 这一套变法理论 秦国就可以一直强盛 当然这一套理论 只适合战乱年代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